如果還沒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鐘 那就不會錯過你的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那就可在Facebook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這次我們是泰東海德花園下集 在這裏我先補充一個重要的資訊 上集沒有特意去提 其實這個項目正如我上集所說 它之前開發的期數本身就叫做碧桂園泰東公園上城 但自從去年的年尾大概2020年11月左右 基本上碧桂園就正式撤出了這個項目 而事實上也不靜止離開了這個項目 包括之前本身屬於碧桂園泰東系列的樓盤 好像天月灣等等 碧桂園都退出了參與這些樓盤的開發 當然之前的期數的確碧桂園有份參與 只不過在2020年11月之後 項目名上就會減少了碧桂園這三隻字 也就是說它完全退出了並沒有持有這些項目 所以往後的時間就是由泰東這個發展商自己擁有這個項目 以及接著來的開發工作等等 在這裡也說多一點點 其實本身泰東這個發展商 也都屬於整個惠州 特別是惠陽和大雅灣裡面 是擁有多塊土地的發展商來的 但是遇著1314年 這個大概八年前左右 整個房地產市場的困境 其實泰東也都不容易度過那個時間 在往後一點點 碧桂園也都有意進駐這個惠州裡面的房地產工作 因為之前其實碧桂園主要就是有一個叫做山河城的項目 但是當時慢慢在惠州拿地的速度就不夠快 在1516年打後的時間 其實碧桂園也都開始大舉地 和本身這裡的一些擁有土地的發展商合作 所以就產生了現時這些碧桂園太東公園上城等等的一系列產品 也都一下子令到碧桂園在惠州方面的一個市佔率 是去到全部發展商裡面的No.1 可以這麼說 在本地的一些發展商 他們擁有的是土地 已經在這裡了 不需要再另外去投地等等 而碧桂園擁有的就是一個品牌效應 以及它很多的資金 所以這兩種的發展商在一起 可以說一拍即合 一方面大大增加了碧桂園在惠州方面的土柱 令到它可以成為惠州這方面No.1的發展商 而另外一方面它的資金 也都幫助到本身擁有土地 但是在開發資金上 是比較困乏的一些發展商 所以大家配合起來 1加1就並不是等於2那麼簡單 當然兩間公司合則來 不合則分開 基本上這一次的分開 也都令到部分 在早幾年買了這個產品的 業主們有點不滿 就覺得本來我的戶園名 是碧桂園太東公園上城 現在就變了只剩下太東公園上城等等 沒有碧桂園這個名 他們就覺得不太滿意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這個項目的而且確 在這一邊是屬於一個地標的項目 也都已經之前的期數 是全部收了樓入了火等等 雖則 最後那個地鐵線的規劃 就並沒有出現在它附近的 餐廳新天地旁邊 但是由於它的成熟度相當之高 而裡面的環境也都起得很好 所以它基本上 仍然是受到很多大雅灣 維州 以至到深圳人認同這個產品 所以到現在這一刻 雖然市貨是稍微回落 但是在上集我們也有說過 它基本上現時這一期 海德花園是賣得相當之理想 兼且價錢方面 一萬五千多元 仍然算是相當硬正的 現在我們就繼續看剩下的示範單位 而另外呢我們今集 還會帶大家去到這個燦邦新天地 看看裡面這個商場 到底旺不旺 店舖方面齊不齊全呢 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 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 事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也會為你分析各個 互認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 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 以及將來的收留 及協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 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 以及九龍的旺角都有兩間實體的木店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置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 曾得最理想的安樂屋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賭房 以及諮詢任何關於灣區置業的問題 現在來到四樓的樣板房 是看一個97屏的三房一位設計的單位 大家可以看看戶型圖 客廳位是去到十米長的 超十米 超級大的客戶 好 我們進來這邊看看 方先生 你們的交付標準是甚麼 我們先看一下交付標準 首先交付標準是 這次是做了一個非常大的升級 首先入戶門 我們做了一個防火 防盜鋼板的防火門 就是一個入戶門 那麼這個也是我們的一個交通標準 首先我們也是這種紙本密碼 鑰匙 藍牙 手機都可以開 就是非常多的一個功能 那麼進門的話首先我們看到的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廚房 那麼廚房的話呢我們也是 三件套 在三件套 都是國際品牌 都是老闆的 櫃這些都有嗎 都有 櫃的話這些我們也是 全部都是標配 都是我們這種櫥櫃啊 包括我們這邊的水龍頭 水龍頭還有我們的吸收盆這些我們都是標配 對我們用的話都品牌都是被冷的一個品牌 我看你們那個麵呢很 利 就冷的 就發光的那種感覺 因為他用的這個材料的話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材料 然後那個冰箱 對就是冰箱 對就是冰箱的位置 對熱水器 然後按鈕啊插座這些都是比較細節的 我們用的話都是西門子的 也是國際品牌 然後這次的話我們還加裝了像這種涼霸 就是給廚房加到一個通風透氣的效果 而且夏天做飯的時候它也不會說太熱 所以這個風扇的話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好 然後包括我們這個門 門的話呢我們這一次是加裝了這個防甲手的 帶了一個阻尼的一個我們廚房的這個推拉門 像我們這樣子用力關的時候的話呢 它有一個煞車的一個功能 對就是家裡有小朋友啊 他不會說夾到手啊之類的 而且的話我們像像我們這個地面的話 我們也是這次是減少了這個我們的凹槽 因為這個位置的話是比較容易搶垃圾的 所以我們像我們平時掃地啊 就是這樣子輕鬆一掃就非常好 那家房的時候是一模一樣嗎 一模一樣 裝飾有沒有 沒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的話 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不是白色無膠漆 不是因為那個是比較傳統的 對比較傳統嘛 你們就稍微好一點好看一點這種 對我們這次的話是我們餐廳這個背景牆 對我們這次的話也是加工的這個 對升級了吧 對全面這個升級 對那麼包括我們的地面的磁磚 我們這次用了一個高級灰的磁磚 其實很多年輕人也是非常喜歡 我發現你們那個背景牆做很多耶 對對對 你想一想剛剛說那個餐廳也有背景牆 然後這邊是沙發區嘛 對沙發區也有 然後那個電視機區也有 對對對 而且你們做的那個背景牆也不是很差那種 對我們這個的話呢 這個是什麼 呃磚 磚 對這是我們一個大理石板磚 大理石板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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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個的話呢它是個甲板 甲板 對 而且它這個板的話呢它也是非常的硬 反正每一戶都是這樣的交付 對每一戶都是這樣的交付 而且我看到你們那個油漆喔 油漆好像也不是白色的 對我們這次是做了這個灰色的暖色料 對就是看來是比較溫馨的 嗯嗯沒錯 因為白色的話呢現在普遍就是比較簡單那種 對很多人買了之後都會叫自己還要再塗一遍 好我們看一下外面的陽台 對 陽台的話呢這個陽台我們是一個朝東南向的一個陽台 所以它的採工的話呢也非常好 像現在中午十二點啊也是陽光不一樣的主 米四乘三米四的大洋海 那麼就望著整個大泳池啊 向東南 是 其實很舒服這個 這個這攤賣了嗎 這攤已經賣了 賣了真的賣了 賣了真的賣了 對對 真的很舒服啊 這個四樓 對四樓 四樓真的不錯 這攤 好我們看一下洗酒間 是 洗手間也是交付標準吧 對 交付標準 交付標準就這一套的一整套 對 沒錯 這個的話呢也是我們洗手台的一個標準 像這個櫃子的話 一般我們是做一個化妝櫃啊 還有我們的一些洗臉的一些護膚品啊 都可以放在這裡面 會買蠟 會 對就是按下去 按下去 對這樣就比較方便 像如果說想自己更換的話 也比較簡單 這個螺絲一拟就可以拆掉 可以換其他樣式 然後像這個洗手台 我們也是一個交付標準 對像我們的這個洗龍拖 我們都是背囊的 好明白 然後 木浴缸 對 木浴缸的話呢 我們這次也是做了一些升級 像我們 地上的 像你現在採的這一塊的話 我們是一個 防滑的一個磁磚 防滑磚啊這個 對 磚磚啊 對 它是一個磚啊 它是防滑的 其實我會喜歡這隻多一點的 就是有 歐突那種感覺 那我們的衛生間的話 我們也是從這邊的高 做到這邊的低 就是水流的話 它不會溢出來 對對對 就洗澡啊的時候 就是精細到 看到它做得不錯 對 而且我們是做了一個乾絲分離 就是平時啊 我們就是在裡面 上衛生間的時候 外面這塊 上到我嗎 洗手啊這塊 我們也是可以使用的 好 很多 早上啊 早上啊 就是 可以分開 對 外面可以洗臉 裡面可以上廁所這樣 OK 懂嗎 這個是 這個是可以鎖的 鎖的 對這樣子 在裡面這樣子 啊 直接一拍就鎖了 哦 明白明白明白 好 看一下房間 這裡是最小的房 這是一個赤卧 赤卧 3米乘以3米的房 對 它像這一塊 也是可以放一個 1米5的床的 對 這個是不小的一個房間 而且我們是帶著這個飄窗 嗯 飄窗啊這塊 我們也是屬於一個 贈送的一個面積 嗯 而且它的產工非常好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一個陽光 嗯 哦 他媽的 他媽的 門啊 這是我們的教訓標準 然後這一套 然後這一間也是3米乘以2米7 對 這個的話呢 是一個兒童房 哦 這間兒童房來的 對 它這個大飄窗 一個270度 對 它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採光 對 不錯 而且的話呢 像這裡啊 它也可以做一個這種休閒的 灰茶台啊等等 啊 這裡可以做樹房 也可以做半棟房 但是我在擔心說你們這裡沒有窗耶 如果你這個能打開窗會比較好一點 呃 對 兩邊會好一點 對對對 有可能有點對流的風那種效果 對對對 看主人房吧 主人房的話 主人房的話 就3米4乘以3米4就更大一點 對 這個主人房我們是一個非常大的 而且可以放一個1米8的一個床 嗯 啊 而且我們就是交通了這個我們的背景箱 背景箱 啊 啊 這是可以直接控制的 啊 哦 哦 這個 那 剛剛說這一套價格呢 大概是從 這個 這一套的價格的話呢 也是 會比較低 因為它的價格的話 就是在150萬到160萬這樣的 其實有沒有可能低於150萬 有 也有的 真的有 有這個驚喜價 140萬都有 有機會可以拿 是 你好 你好 好 那我們這邊 好 那就介紹完這個97方的面積 護形 給大家欣賞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其他的護形圖 聽完詳重的介紹 我們呢 現在又來用第一身的視角 看多一次這一套的示範單位 97平方米 三房一位的護形 這套呢 跟剛才那套有不同的就是 它是放了家具電器等等的 那就真是一個佈置了的示範單位格局 另外那些長身的用色等等都有不同 就不用了 我們一起去看 看更多的 我們先要整理一下 你們 和包店 然後 和包店 分辨 去 最後 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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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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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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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平均一张票在11块钱到13块钱这样子 过去他可以到深圳的北站就25分钟 然后还有可以到达深圳的一个福田站 包括咱们香港的西九龙都可以直接买票 可以直接到南站 那么我们下了南站之后呢 到楼盘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我们楼盘有直接的公交车 可以直接到南站 两块钱七个站就可以直接到南站 大概在哪个地方上去 就是在我们对面 所以我们五七对面 对在我们对面 就我们四七旁边 海的上游旁边 对对对 我们的公交车209 可以直接坐 每天的话呢 它是平均10分钟一般 它是开到晚上的10点钟 所以早上七点半开始到10点钟 所以这个时间的话 对我们业主就是每天的一个出行方式是一个比较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呢 一个就是高速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高铁 那么平时我们自己开车去深圳的话呢 如果不走高速情况下 我们的门口 这一条就是龙海二路 它这条路的话呢 它现在是直达深圳平山的 我们自己开车到平山也就是才25分钟 就是可以直达深圳 所以它这一条路上也是惠州的台湾的一条主干道来的 那周边配套商业小费的房门 对 上边周边配套来说的话呢 首先我给你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商业这块的话呢 大亚湾它现在的商业非常多 首先的话呢 我们的楼盘的正对面 这个就是上方新天地 它现在是惠州目前就是大亚湾最大的一个购物中心 它的整个体积就要去到15万平马米 比万达的体积还要大 所以它里面的话呢 包括有天空超市 包括我们平时的星巴克、麦当劳、海底捞等等 都可以在这个超市去满足 就是平时你的一时住行 包括逛街啊 就是过个马路就到了 它这个商场的话就是在我们对面 两百多米 那么除了这个商场之外 如果说你还要去到一些更大的一些商场啊 包括一些比较其他 就是其他的类型的商场的话 我们还有一天家的广场 还有万达、天宏、大润发、星河的Coco Garden 这几个的话也是在我们周围 我们开市过去两公里就可以到 就是我们开市过去就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到一些其他的商场 我们周围就有六个商场 而且现在是已经全部开业了 医疗配套方面 医疗啊 医疗这个也是很多业主比较关心的 因为家里有老人小孩啊 所以我们的医疗最后我们的右手边 这个就是目前的时候就是惠州大湾最好的一个医院 中山大学的护士医院惠亚医院 三级甲的 对它是一个三级的医院 然后它也可以用外地的社保 因为我们有一些这边有很多购房人很多深圳的人的话也可以用深圳的社保 医院不远才两公里 对两公里就两个红绿灯我们到医院 我们右手边这个是惠亚医院 然后左手边还有一个西医医院 对然后我们自己小区本身的话呢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社区医院 包括因为我们现在的刚跟你说到的我们的一期二期现在是已经交房了 所以我们楼下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商业已经全部开起来了 像我们的健身房 油管 药店 便利店 钱大妈 生鲜超市 等等 现在是已经全部开业了 所以就是我们这边就是不管说是未来交房啊怎么样 就是马上就可以享受这个生活的一些配套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教育了 那么教育这块呢也是现在很多业主比较关心的这个 那么首先的话呢刚给你讲到我们这个市区有去到八千多户人家 所以的话呢我们的小区的教育这块我们也是要做的比较充足 首先我们的幼儿园的话我们自己小区有带了有三所幼儿园 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小学 小学的话呢也是公立的小学 它是一个西医医小的一个分校 那么我们的对面的三期楼下这里现在是有在建的一所带的第五小学 所以未来这个社区的话呢会去到两个公立的小学 所以就是业主小孩上学这块就是不用说百姓什么样的 就在自己家小区就可以上学 OK 罗罗看完了 OK啊 这个盆感觉不错 但是现在我好像饿了 有什么选择 这个附近有个很大的商场 产邦山天地 产邦山天地 但是过去大概就走路五六分钟左右 五六十分钟 不如我们现在过去吧 OK 先去治肚 好 今天我来的 好 谢谢 我们过去看看 盡地主之宜 好 Jerry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 山邦山天地 山邦山天地 为什么跑到这里呢 因为我们很近楼盘 其实我们今天就看了一个叫泰东海德公园 由泰东海德公园过来这个新天地 说的是步行五分钟的路程 去到一个大型的商场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于过来看这个商场 OK 好 为什么要过来呢 因为整个大雅湾片区 我自己觉得除了这个 和之前可能也有介绍过那个曼达广场 OK 这两个商场在大雅湾片区 是最大的 OK 是最最高的 那今于就第一次过来这个山邦山天地 看一看 好 要进去看 有麦当劳 这里一楼是女士服装店为主 烤色热为主 烤色热为主 我们摆过去那边 那边 有没有看的蓝装啊 多哥 不看了蓝装 蓝装 家里有很多山库 不用看了 又换贵了 又换贵? 那么一年要买四转 四个季度 对 春夏秋冬 那要买四转 長 中 短 斬袖 其實我覺得在服裝店的生意都是麻利 沒什麼人給這件事 你現在網購這麼小 這麼發達 鞋也是 嘩 很大 這個就是中庭 中庭位置 其實我自己感覺上 因為大亞灣片區 兩大商場 撐幫新天地和曼達廣場 其實我自己都有去過 給我自己感覺 撐幫這裡是好一點的 稍微好一點 有機會再帶大家去曼達廣場那邊看一看 好在她的感覺 她的那個人類 檔廁 檔廁 檔廁會高檔一點 這裏有這麼多 山 天紅超市 原來是一樓 好啊 原來是 天紅超市啊 這裏有 我們那個 海德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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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走一圈回來 這邊就去到 男士的服裝店 雷朗 李卿 安塔 這些 Nike Editas 還可以製造 海南之家 海南之家專門製造些 國產吧 我比較喜歡她的那種 西裝 西裝 剪木料都有 真的有 這邊是運動為主 運動品牌 李寧 安泊 那裏有小食街 哇 下面是什麼來的 哇 冷的 是不是3D模擬 3D模擬 可能還是4D 我們下去買飲料吧 好啊 我們下去買飲料吧 頸殼了 硬都很累 好啊 這裡是傢俬 訂製沙發 23,900 這裏吃自助餐 海鮮自助餐 這裏是3D模擬 1D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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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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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模擬 海鮮就是對面 我們拍一下對面 對面 1D模擬 2D模擬 3D模擬 其實我們現在在售 就是大家在鏡頭面前 這幾壇位置 這壇 是這壇 這壇 在售當中的 剛才我們樣板房就在這壇 我這樣看下去 這裡走過去 應該是5分鐘左右 由這位置走過去 應該5分鐘下去走過去 大家看到了 泰東海德上縣 那個是之前第四期發展 第四期 這個是第四期 對面就是第五期 這些就是第一期 第一期是五六年前 其實都有很多香港業主買了這邊 入住也挺高厚的 我們先進去 我們先進去 怎樣進去 怎樣進去 那裡 上品這個 新加坡的融合菜 椰樹下香 倒 吃什麼 新加坡菜 新加坡菜 椰子 海南雞 海南雞 海鮮蘋果 黃大蝦都可以 這個好吃 多少銀兩 四十幾五十 自己在三個涌 那我可以去看看 好 ό 好 麻煩 這 肉骨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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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也有什麼 航空主題餐廳 航空主題餐廳 即是珠海不是有一間 大信新都會 九門那間 可能是一模一樣的 跟一個老闆 我們去那邊看一看 現在是平日的時間 兩點多鐘三點鐘 其實已經 老佛爺 吃蛙的 吃蛙其實是不是田雞 田雞 其實大陸是說田雞還是什麼 青蛙 不是青蛙 青蛙還是青蛙 田雞還是田雞 田雞還是田雞 什麼 主要來說都是田雞 田雞 吃田雞 不過吃蛙大部分都是人公養的 人公養 如果是野外的也不一定說 太怕有太多的寄生物 我們再看看前面那邊 看看有什麼餐廳吃東西 先 烤肉 這間應該是連鎖 衛州大雅灣店 有麻辣湯 這裡有麻辣湯 整層都是吃東西 整層是二樓來的 雲南過橋 有麻辣湯 商場很大 你看大家 豬肚雞也有 鳳在飛 蝕沾尚的順德 椰林四季 這間 酸菜魚嗎 不是 這間是順德菜 順德魚生 哦 接下來又開張了 台灣美食 台灣美食 飯糰 飯糰 好骨子 好少商場 有這些 這些是安全的嗎 我覺得應該是安全的 安全嗎 現在看到 包括 有湖南張家界 和珠海的石景山 都有這些玻璃盞 走光 對女士不好 對 下面會看到 哈哈哈哈 有我們港式 雞蛋仔 雞蛋仔 絲麥奶茶 什麼價錢 都是 10元 8元 稍等一下 看看你的牌 14 15 16 14 15 16 金蘭仔的價格 好 我們先下一層 哦 這裡有電影院 也好 橫店 橫店 電影城 電影城 現在沒有開門 沒有開門 因為疫情期間沒有開 其實這裡也有海底撈 看到了 整個惠州大灣是 唯一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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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即是其他 這個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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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是可能給小朋友開車玩的地方 即是 玩具車 然後在這些道路上走 現在有很多商場 無論是 例如漫達 或者是 有時候好像 珠海那邊的 那個 那個 疏忍一時的聲音 因為這邊是兒童遊樂區 即是小朋友 大家可以看看右手邊 小朋友有很多玩的地方 現時有很多商場專門 就是有 標配的電影院 專門一間 然後 可能在 二樓或者三樓 某一層 有大半層 全部都是兒童樂園 是兒童樂園 我們怎麼放回去呢 好啊 好 好 可以了 嘩 很多 熱水流什麼價錢 400元 4,399元 1900元 2,600元 4,000元 體容量 最便宜的 這裏的 1,899元 13星 這個 13星 這個 16星 16星 正常夠用嗎 不是的 其實在家裡的大小 因為你要想 你安裝 通常熱水流 就安裝在那個 騎樓 或者是 廚房 那個位置 如果你廚房 距離 它那個 洗手間位置很遠的話 我就會建議大家買一些 更加大的 三連堡 補充 補充 都不錯 對面買完樓 過來這邊 選熱水爐 加電 加電 加司電器 如果想選大一點 可以去居原之家 居原之家 居原之家 有機會再跟大家去居原之家 下次我們 我們 這個是什麼來的 騎樓那些櫃 或者你放在 大洋桌上面 做個洗衣機櫃 因為我自己家裡都有 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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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這樣一套 都要千多元 正常價錢 最便宜 你千多元 是未包這個 當然不包這個 不包這個 只包這個 還有這個 你這些很普通 你看到我也是很普通 好 我們去買東西喝 頸巷 我們去喝大卡司 OK 我們吃飯 在這個新天地上 有麻辣湯 看看 三十多元 下午 簡單吃一頓 簡單吃一頓 拜拜 好了 今集的這個 泰東海德花園 就來到這裡 希望我們講解 泰東和碧桧之間 過往這段時間裡的關係 大家合一合 又再分開這個資訊 對你們來說 都會有用的 因為可能 之後 你過來 惠州大阿灣 等等的地區 都會有機會 買到 泰東發展商的 樓盤 至少 你可以知道 碧桂園 曾經參與過去的開發 若然 你比我們更加清楚 這兩個發展商之間 過去這段時間的故事 或者碧桂園 為什麼要離開 這個合作關係等等 有更詳盡的資訊 歡迎聯絡我們 同時間 如果你是對這個樓盤 真的這麼興趣 或者對大灣區內的其他樓盤 真的這麼興趣 也可以找我們 拿資料研究一下 最後我們送上一個 在燦邦新天地 有一個寵物的展 有些小動物 除了貓貓狗狗 我們熟悉的之外 有些也挺特別 而且你未必知道 它是屬於哪一種的動物 大家在最後這個畫面 我們播著音樂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這個寵物展 我們為大家介紹 如何來到我們自家兄弟最方便的旺角門店 由旺角地鐵站這一出口出來之後 只需要向彌敦道方向 走去大路之後 向左邊一直走 會經過屈臣市和萬寧等等的商鋪 在匯豐銀行之前的位置 就是彌敦道655號商業中心 自家兄弟就在八樓的802和803室 樓下是不需要特別的登記 而等候電梯上來的時間 也是相當快捷 上到八樓之後 只需要向著801-805那邊的方向 推開大門 就可以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旺角物業直播展銷廳 在這裡我們會提供舒適的環境 被準買家慢慢欣賞去心意的物業 也有專人提供樓盤資訊 以及解答買家的疑慮 無論你有任何的需要 都歡迎你來到我們旺角的門店 向我們查詢一下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